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阿凯去频道 这一期影片的内容主要是介绍官方近期发布的 5月2号部分职业的调整 有受到影响的职业有 Ranger 这职业被调整的部分只有在大炮的职业技能 Ranger Attack Reinforcement 减少他的冷却时间 第二个有调整的职业是 Gunner Gunner有被调整的部分有分为两个 第一个是职业技能的部分 Hair of Bullet增加威力 减少冷却时间 第二个是PA的部分 以上的这4个PA都会增加Hair of Bullet的累积量 再来是Force跟Texture的职业技能的调整 我会把这两个职业放在一起介绍的原因是 因为他们所调整的内容是几乎是一样 以上的这4个职业技能是增加威力 再来是第5个有调整的职业 Braver 它只有职业技能被调整 Braver Combat 增加Braver Combat Finish的威力 缩短冷却时间 Braver Combat Short Cycle 缩短冷却时间 接下来是最后一个职业 Bowser 它跟Braver一样只有职业技能被调整 Tom Cycle 增加威力 增加PP的恢复量 大家觉得8月2号的职业调整如何呢? 如果有任何想法或者补充的话 欢迎到留言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